2023年2月27日,亚洲航空在上海举办媒体见面会,宣布亚航陆续恢复中国航线,飞往中国多个主要目的地。 据介绍,亚航将从2023年3月3日起,恢复马来西亚、亚航长途、上海往返吉隆坡的航班。 初计划每周有四个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扩大其在东门其他两个主要枢纽的服务。 上海到曼谷和马尼拉的航班,预计在本年度第二季度恢复。 亚航航空集团首席商务官陈嘉欣表示,我们很高兴恢复飞往中国的服务,尤其是往返上海的航班。 自2013年开设上海战以来,上海一直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地。 除了亚航长途之外,我们也会很快恢复泰国和菲律宾往返上海的航班。 目标是在年底前恢复到疫情前每周21班飞往上海的航班频率。 陈嘉欣指出,鉴于旅游业对经济的重要性,我们相信恢复对中国的服务将为整个亚洲的航空业和旅游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提供坚实平台。 未来,亚航将继续与中国各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进一步刺激航空旅行需求,为支持整个亚洲的复苏提供可喜的推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